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这么悠久深厚的历史人文 宜兰更值得我们好好来探索 很少接受电视专访的宜兰县长林姿庙 今天就要带我们从在地的角度 来看不一样的宜兰 当然天气变凉之后 很多人就会开始心情念念的 想要到宜兰的江西去泡汤 不过现在不止泡温泉 还可以赏灯海呢 还有国人很熟悉的龟山岛 最近龟首频频冒烟 游客不免忧心 到底是不是火山要爆发了呢 这17年来首见的龟岛黄烟 可是龟山八景之一 我们首先带您欣赏 五米高的光雕拱门下 民众抢着拍照 这里是礁溪温泉灯花季 5号正式开幕到隔年3月1号 民众来这里泡汤 不仅能够欣赏到 漂亮的灯光造景光雕投影 还能够参加抽奖 超漂亮的 灯超多的 然后超多特别的颜色 还会扁 想说赶快约朋友过来这里拍一下 五彩缤纷灯花环绕 大人们忙着拍照 旁边的小朋友们也玩得不一乐乎 这里的地景广场 雾满了浪漫灯饰 星光点点 看起来就像是祝福的小精灵 一旁还有助力着 两层楼高的神之手装置艺术 配合流线型的手型线条 象征的关怀祝福 我觉得很大气 而且这个比爱心 让我觉得很特别 还蛮感动的 就在牛奶海上方 龟山岛其中一处 在上个月28号 冒出浓浓白烟 坐在船上绕岛的游客 看了都超级兴奋 我来16年了 第一次看到龟山岛 土烟 土的大 我的大 龟岛黄烟 赶快拍起来 实在太壮观 为了亲眼目睹美景 趁着周末好天气 七号一早 民众挤满宜兰五十渔港 就是要前往绕岛一窥就近 看看风景 是不是台湾很美 真的 民众大老远专程来这走走 所有船班也是在早上10点半起航 这点算是疫情以来 人潮最多的一次 业者都好兴奋 这个疫情我们今年搞得很乱 三个月都没有赚 都没有赚钱 五月底就开始没有跑船了 交到七月八月才开始跑 不让好时光白白流逝 宜兰另一边知名景点 清水地热谷 游客也是把现场挤得水泄不同 每个停车格全都停满了 这里更是在中午12点多 启动停车场总量管制 如果民众想在太平山这边住宿 没有提前订房 现场是绝对订不到的 宜兰除了传统景点之外 这几年下来也有很多的特色小店 或是民宿打造出特有的蓝洋风光 今天有一群在宜兰打拼的青年 就要带我们来看看他们眼中 不一样的宜兰 当然今天为我们领队带路的 则是宜兰县长林芝妙 林县长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宜兰县长林芝妙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参加了替观点的这个节目 对 欢迎县长 不過县长我们要来聊一下 很多人叫你叫做棉花糖县长 听起来好可爱 为什么叫棉花糖 就是说你的身段比较柔软 比如说骂不还口 所以就算有些人批评你 想要出重拳的话 就好像打在棉花糖 好像就没力了 是不是这样 但是经过了三年施政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民调看起来是倒吃甘蔗 比如说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 是在今年五月份公布了一个 施政满意度的调查 我们看到宜兰 进步幅度是全国第一的 好 再来看到远见杂志 则是在七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2021年 縣市长的施政满意度 你是4颗半 4.5颗星 这个成绩是不是满意呢 这个调查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而且大家知道我是妈妈 所以我有感受到 宜兰官 我们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我们希望宜兰官 可以让我们大家在妈妈的照顾之下 可以说我希望做一个宜兰的好妈妈 您觉得说妈妈的身份 对您的施政很有帮助 是不是因为比较有耐心 还是怎么样 你觉得最大的油点是什么 我跟你说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我的先生 在我38岁的时候 他就跪伐走去 当时我在这个奇上打 会计事务所上班 我跟老闆说 老闆 我早前二十分来 晚上我要前十分多回去 因为这样 我的孩子在里面 可以 知道妈妈在里面等你 他就会快回来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有感受到 年轻人的辛苦 所以我来宜兰管政府 我就认为说 我不希望年轻人跟我一样的辛苦 我要给他帮忙一下 他就不会那么的辛苦 所以我是宜兰的妈妈 我希望我这个妈妈 能够照顾到年轻人 能够照顾到小孩子 希望小孩子都能够平安 顺利健康的长大 所以我是宜兰妈妈 要来请教一下县长 有关于县政问题 最近其实讨论最多的 就是高铁宜兰站 对不对 好 前一阵子好像在地方 也开了会 交通部也特别去看了一下 现在还推了所谓的第五方案 我们看到 你看有方案一 方案二是台铁宜兰站 然后方案三是 台铁的县政中心站 方案四台铁罗东站 可是现在又有一个 所谓的宜兰新站 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说 地方上现在对于这五个方案 最新的方案 是不是大家接受度最高 有什么样的期待 有关就是高铁 延伸到宜兰的这个计划 宜兰县好商好水 好环境 所以 吸引了很多的观光的 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我们也欢迎他们 但是 就是 电视开出来 看到我们宜兰关 踏车站在厌中 所以我一次宜兰关 我就开始推动到 这个高铁的延伸到宜兰 高铁延伸到宜兰 大家知道说 我们宜兰关 车站在厌中 高铁 我希望能够 等一下说这段时间 我们十二个乡镇 大家都 希望都放在他们的乡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为什么呢 大家已经同时到 我们的交通建设 交通顺畅 经济才会发展 所以把我们的高铁的延伸 我们去希望中央 跟我们同时到 现在呢 感謝中央 就是我们这个 行政院长 交通部长 都有来跟我们宜兰关 宜兰关政府资庙 有建立的建筑 希望高铁延伸到宜兰 那我们呢 都希望能够 东西南北平衡发展 尊重专业 趕快快来跟我们核定 然后呢 请教一下就是 除了这个高铁延伸的 这个计划之外 好像听说 宜兰也有一些 其他的盼望还有规划 也在同步进行 有 包括哪些 就是院长 还有部长来的时候 我们有说 宜兰县 铁路的高价 这个铁路以西 已经饱和 铁路以东正在开发当中 东西向的平衡发展 所以铁路高价 我们也推动了 还有东部的快铁 伊花东 我们都希望能够连线 所以东部的快铁 那这也是我们宜兰县的 盼望和希望 所以三铁的共战 就是希望能够把交通建设 把它的建制完成以后 伊兰官会是一个 最美 最美的观光 最美的文化 最美好的地方 好山好水 所以县长一直强调 宜兰是好山好水 对不对 时至今日 现在也有很多人 在做宜兰的开墾 跟拓展的工作 是谁呢 有一群青年 宜兰县政府提供给我们 这么可爱的一个桌礼 这是明年的桌礼 对不对 这个桌礼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里头很多的照片 其实这个照片 是很多的青年朋友 回到宜兰 对 他们在地打拼的故事吗 是不是县长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宜兰官政府希望可以来照顾到 我们这些年轻人 让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所以我们对年轻人的鼓励 对年轻人的鼓励 鼓励生产 所以鼓励生产以后 我们就希望 我们这些年轻人 小朋友的竹树 依然现在非常的幸福 营养午餐免贝 国小123456 国中123 营养午餐免贝 学费也都免贝了 整清年轻人的负担 就是说希望年轻人 我们如果到达一下 他就不会那么辛苦 所以他就很有自信的 勇敢的竹梦 有梦罪名 梦想成真 但是要让他们免费 就是小朋友要免费的话 就大人要给贪一些 所以要回香打拼也很重要 对 像这个阅历里面 就有12个回香打拼的一个故事 对不对 你们把它集合起来 而且这个阅历听说是 只送不卖 对 对 谢谢县长还提供给我们 五个拙力 对不对 要给我们踢观点的观众朋友 对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上踢观点的 脸书粉丝专页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阅历里面 到底有哪些动人的故事 我们挑了其中两个 请您一起分享 铁门缓缓上升 开店前的清洁工作 资起一手包办 中来了 没多久 新生牧村拿着刚买好的食材进来 两人忙着擦葱 切葱 卷肉 忙着不停歇 就等烤肉店营业时间一到 客人上门光顾 在这里经营就一样就是 你可以跟农友的连结是很靠近的 然后跟这里的朋友 跟这里的生活 都是连结在一起的 其实资起是台北万华人 牧村是在桃园平镇出身 两个人是大学同班同学 念景观设计 毕业后跟着老师 一同来到宜兰工作 接触到农村生活 也认识不少小农 于是两夫妻决定为 壮为的农鱼产找出路 创业开烤肉店增加饭手同路 我们就发现小农的产量 其实就是不稳定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就是 你给我多少 我就产生多少串到架上卖 强调在地的农产品入菜 像是青葱 青椒 玉米 笋等等 吸引许多外地客慕名而来 而不同于在地人在故乡创业 这对夫妻选择在宜兰落地生根 是因为在壮为找到认同感 顺着三心香的小径向前行 矗立在绿田中央的鸿屋三合院 显得格外醒目 这里原本是刘家仁的古厕 但这家人费心经营 让三合院变成旅人们最爱的民宿 我们就自己住家里 然后朋友来 然后亲戚来 然后别人来 就像自己的家一样 那我就用这样子的概念去经营 别看外观是三合院 内部装潢却深具现代感 民宿主人希望旅人们来到这里 就像回到温暖的家 从早餐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概念 哥哥斩佑摆盘 妈妈和妹妹子玉则在中岛厨房里 制作在地无毒有机的中式早餐 这样的用心经常获得住客的赞赏 但既然来到三星 当然要有满满的在地特色 先前疫情拉警报 民宿生意大受影响 外送特色的司康 就成为增加收入的秘密武器 加入三星葱 压赏的面团 经过揉捏后再用模型压出 放进烤箱等待15分钟 香气四溢的司康出炉了 这是子玉在国外留学时学到的食谱 融入宜兰的在地食材 在三集紧接期间 最高记录一天曾制作200个 民宿经营是从10年前开始的 现在当然游刃有余 但其实当年可都是门外汉 展佑那时还在传译中心当企画 妹妹子玉则还在念大学 草创时期真的毫无章法 那时候像哥哥说 还没有建设后台订房系统的时候 我还是抱着一本书 就是我自己做那个订房车 然后我每天就背着那个去学校 有人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趁下课时间 你要哪一间 你要我翻一下 然后自己还出过那个状况 因为我留两只电话 一个留妈妈的一个留我的 然后我们就重复订房 好不容易步上轨道 但妹妹要出国念书深造 哥哥于是辞掉稳定的工作 接力经营 而先前的企画经验 正好派上用场 我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自己的名片 是设计完不用上千层 不用大家打沟通过 我就可以直接送印 正因为在家乡有认同感 有自由挥洒的空间 让他们愿意投注心力 创造更美的风景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比较乐观一点 天性乐观 遇到还是房间数很少 就是营收也不会太高 那就会知道说要转站 就可能做点下午茶 或是做 然后我现在会开始做一些社区的案子 但青年朋友在创业过程中 经常遭逢不同难题 能获得具体的援助吗 宜兰县府计划在中兴文创园区 打造第二处清创基地 预计2022年3月完成 并甄选4到6组团队进驻 前六个月免租金免水店 我们希望说 比较多人可以来使用 所以我们是让青年朋友 如果我们招募了以后 他不一定是一直进驻 在这个办公空间里面 他是有需要使用 我们这里的任何设备 他都可以来使用 对 就比较不是说 跟外线是一样 就是有一个办公室给他 不管是想要开展 第二人生的中壮年时代 或者是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时代 他们的创新创业 为乡镇带动新的活力 好 讲到宜兰的地方创生 最有名的例子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长田手作坊 这是现在很有名的 网美很喜欢去打卡的甜点店 对不对 不只为了去吃甜点 同时也要在那边拍照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他最有名是因为 他曾经是电影 翻滚巴阿信的场景之一 他以前是一个甘米店 对吧 现在看到这种 老甘米店都很坏 对 后来因为有年轻人 去把它整个翻新 对不对 然后现在就变成一个 很有味道的甜点店 而宜兰在壮围这个地区 好像这种地方创生的例子 还有很多对吧 对 这个宜兰县政府 对这个地方的创生 现在有很 大家都有这个成果展 然后希望鼓励年轻人 回来来当地方创生 比如说我们壮围的牛头师 厚比亚小窟 这个都有很多的他的特色 他也有勾勾 还有勾勾 对 有勾勾 所以感觉这个 虽然有历史 有文化 有故事 但是现在的人 因为生活比较紧张 所以去到那时候 有这个勾勾的故事 感觉同心协力 来勾勾也感觉很辛苦 所以大家现在压力都很重 大家因为家庭都公兆 都很忙 所以有时候可以说 假日的时候 他们会到壮围乡 可以去地方创生 可以说改造他的心情 所以这样 他们对他们也是一种鼓励 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而且还可以让年轻的一代了解 这个先人 他们生活的一个点点滴滴 生活的智慧 对 讲得真的太好了 所以我感觉 我住在宜蘭感觉非常高兴 就觉得宜蘭金天人 金主人 没无量 所以感觉到 还有看到了龟山岛 就知道宜蘭到了 其实我接触到的宜蘭人 真的都有共同的感觉 或者我有好多朋友 是从台北移居到宜蘭去的 他们现在的生活都非常的愜意 所以宜蘭人的光荣感很高 但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外 还有一个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是哪里 太平山 对 太平山 这个山毛举在十月份的时候 通通变黄色 成为秋天的限定版本 那现在冬天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 因为比较冷的时候 甚至还达到气温零度左右 不过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太平山之美 马上回来继续聊 爬得再累一抬头 看到这景色直了 整片山头被染成金黄色 透着阳光弥漫乘雾 宛如置身在画里 台湾山毛举 秋天换新衣 为十月的太平山拉开许幕 步道整舰完工第一天 北中南游客大集合 因为是太平山限定版 手机大炮都准备好了 赶紧摆好pose 不合照留念 太可惜 朋友说这里有个很漂亮的景点 台中特别 就是你们是跟团在拐的 那炮里那个吗 对对对 搭游览车过来 我们早上在吹风湖 整个都看得清清楚楚 今天吹风湖很漂亮 这边的山毛举 大概 大概20% 太平山有全台最大面积 生长的台湾 山毛举 占地超过1100公顷 罗东领馆处在旁 整件长达3.8公里的步道 让民众可以一边践行 一边欣赏黄叶纷飞的美景 三毛举最佳的散风期 那上周 调查的结果 黄叶率是达到15% 那最近受到冷风面的影响 本周 已经达到了黄叶率有40% 再往前走 來到中央步道 还能看见紫叶醋 宛如一片红火蔓延天际 环绕着阶梯迎接游客们的到来 来到太平山 绝对不能错过的还有他 因为边坡工程 停驶4个月的蹦蹦车 11月1号终于恢复营运 还能用5倍券买车票 民众又能搭着他穿梭树林 不过还是得顾防疫 每车乘客上线60人 游客们得把握时机 毕竟太平山这片美景 只有秋天限定 好 县长 听说现在太平山更好玩了 对 为什么 宜蘭关 空气好 水一水 而且观光景点都很自然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太平山 太平山宜蘭关 就能够成为一个 宜蘭县的罗东镇 能够成为商业重镇 是因为 太平山以前的木材集散地 就在我们宜蘭县的罗东镇 所以让罗东成为一个商业重镇 所以以前的太平山 我们的茶就是以前五分的车 蹦蹦的车是在茶圈 那现在因为我们保护森林 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成为一个光光圣地 太平山很漂亮的地方 镜子人很漂亮 所以现在原观景点都在推到 我们的太平山的森林铁道 那一站就是我们的林町生态园区 中原抓墙文创园区 大酒安隆家 和我们的打票和大酒 通过去泛舟 三星天葬米土地 还经过三个流浪到太平山 这条如果推出来 原观十岁是台湾山最大的光光圣地 因为没有温暖空气真漂亮 水池真好 很天然很自然 非常的漂亮 你去这次你会爱上它 它的环境好 空气好 为什么宜蘭这么美 其实除了风景优美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故事文创也很强 怎么说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请别走开